大家好 我是陳智雲 首先我想多謝所有訂閱了智雲頻道的朋友 一條全新內容的片都未有的時候 仍然都得到你們的支持 是令我非常之感動的 我也都想再一次 多謝在4月24日晚 有看我和王喜在這條頻道首次演出的朋友 你們的留言給了我好大的鼓勵和動力 如果你喜歡當晚的演出 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推介給你們的朋友 請他們都訂閱智雲頻道 訂閱Steven channel 我準備照大家的意思 將當晚的演出重新緝錄成新的短片 每一次為大家介紹兩首當晚唱過的歌 方便大家重溫 今天我預備介紹的是王喜的大熱 和我唱的萬水千山總事情 大熱是哥哥張國榮在2000年7月1日所發行的 第16張粵語專輯的命名 亦是大碟的主打歌曲 這首歌當然就是大熱 而且還獲得第23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的 十大中文金曲 和名的大碟大熱還蟬聯幾個星期的 IFPI銷量排行榜冠軍 這首歌是張國榮自己親自作曲 臨直填詞的 阿直爺可以說是哥哥的御用作詞人 特別是哥哥自己所寫的歌 幾乎全部都是由臨直填詞的 大熱這首歌最特別的地方 在一開始歌詞和旋律 都由一種充滿狂野的氣息撲面而來 令你感受到一種奮不顧身的愛情 例如我撲向了你 此撲向了懸崖 我要抱你 要抱到你腐壞 大熱將尺度重疊 命運注定約離別 世界快將有浩劫 殞石最終拼撞磨滅 只是聽歌詞都已經比你無限的想像 徹底打造一種愛得驚心動魄的畫面 在人的腦海當中 起唱這首歌的時候 有沒有給你這種想像和感覺 在你人生中最轟烈的愛情究竟又是怎樣 聽這首歌的時候會不會勾起你一些回憶 我們現在一起聽一聽 聽完之後再和你介紹 萬水千山總事情 那夠愛你偉大 吻過鳥你會使我更自大 願望實現地光 天高到瓦解 含將凡夫自驅 愛火葬燒 足夠將破壞力來炫耀 誰在先鋒點火 我的搞笑 鐵石 要匯匯用掉 大熱將尺度重疊 命運要注定離別 世界快將尺度重疑 世界快將有浩劫 雲石最重康撞馬尾 大熱越愛越狂熱 妒忌盡火焰強烈 血氣鑄出鋼鐵 地球大戰斬被害軍連 同著法夫自驅 愛火葬燒 足夠將破壞力炫耀 誰在先鋒點火 我的搞笑 鐵石 要匯匯用掉 鐵石 要匯匯用掉 大熱將尺度重疊 命運要注定離別 世界快將有浩劫 雲石最重康撞馬尾 大熱越愛越狂熱 妒忌還火焰強烈 血氣鑄出鋼鐵 地球大戰斬被害軍連 大熱將尺度重疊 命運要注定離別 世界快將有浩劫 雲石最重康撞馬尾 大熱越愛越狂熱 妒忌將火焰強烈 血氣鑄出鋼鐵 地球大戰斬被害軍連 我撲向你 只撲向了懸崖 我要抱你要抱到你腐壞 若未你會冥心 黑骨針了解 愛這世界 那夠愛你偉大 問過了你 會使我更自大 願望實現 地光 天高 到瓦解 再見 昨晚我和王喜一起拍志雲頻道處境喜劇時 我問他 你那晚演出課金得到多少錢 他很開心地告訴我 兩萬元 兩萬元當然不是一個小數目 但我看得出 由他由心而來的喜悅 是來自大家對他的支持 我也替他很開心 如果我有下法他這樣做的話 你們會不會支持我 萬水千山總事情 是1982年TVB同名劇集的主題曲 這部電視劇 當年叫好叫座 主題曲每晚都播 可以說是皆知航文 這首由顧家輝作曲鄧偉雄填詞的歌 絕對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鄧偉雄是當年TVB製作部的高層 亦是國學大師姚忠兒的女婿 本身文學造藝好心 例如其中一句歌詞 未怕光風吹散了熱愛 萬水千山總事情 很多人當年都未了解究竟甚麼是光風 其實道家稱天空極高處的風為光風 不過今天香港的環境 大家可能覺得似乎是見到歪風 比光風 顧家輝絕對是一個天才的作曲家 他很熟悉每個歌手的音域和特點 可以為歌手度身訂造 手手家傳戶曉的金曲 因為每一個人 每一個歌手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 怎樣可以將歌手的長處發揮得淋漓盡致 就是作曲家的鬼虎神功 我曾經看過一些報道 這些報道說他寫這首歌的時候 是想有一些香搖音樂的感覺 所以汪阿姐的唱法有傳聞說 是參考過當年的美國香搖和流行音樂歌手 Crystal Gale的感覺 聽清楚是感覺 我的演繹有沒有給大家阿姐的感覺 醉山也有天注定 不願天不願明 但求有份思共作證 生意為是想有領就 由娜愛在歌手上 乾淨 nar 紫 難 不願 深 莫說請山多障礙 風也急風也靜 白雲過山風也可全程 莫說水中多變幻 水也清水也靜 悠情似水愛共永 未怕降風吹散了熱愛萬歲千山盡是情 醉山也有天注定 不願天不願永 但求遊山水共作精 大家感不感受得到 我已經有汪明泉那種魅力散發了出來 簡直有一種熱咖啡和人 Pink Gentleman 的感覺 你只要想像一下 你就覺得我是汪明泉霸身 七十歲人都只是青春 我都希望我像他那樣 莫說青山多障礙 風也急風也靜 白雲過山風也可全程 莫說水中多變幻 水也清水也靜 搧青 Baby ū겨 火紅也克 歐紅也減�� 未怕陽風風吹散了熱愛萬歲千山盡是情 醉山也有天注定 不愿天不愿明 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